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条政论 这几天我们也有很多人说通缉八个香港人的事件 我也评论了很多 大家都评论过 我希望找一个不会重复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说我很久没的 我纯粹是推理的 因为我是很疑惑的 基本上整件事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是白色恐怖来的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想抓那些人呢? 事实上你抓不了 大家要搞清楚 很多方面我们都这么看 首先他是在国际法来说 他没有能力去执法 他自己都承认这件事 这件事你抓不了法 你干什么呢? 搞什么呢? 当然了 有没有阻压性呢? 那一百万是一个 出乎意料之外 大家没有想过的东西 那一百万可以再加码的 那大家 我们很多评论包括我 我都说 可能他是利用这笔钱 这些 明花暗花 什么都好 鼓励一些人做一些事 而如果 变成一个阻压 你知道呢? 警方圆红有时候都是这样的 鼓励 鼓励黑社会互相出卖 那当然了 是不是? 他就不是用同一个逻辑的 那我很相信海外的人不会为钱呢? 既然难忘都是为钱 也没有什么内幕可以给到国安处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迫的事情 但是也可能因此而构成你 比如你是一些海外的 还是香港人在活着这些民主运动的 那你会担心什么呢? 他可能出钱 找人对付我 他来不了执法 他自己也承认来不了 大家可以给钱 国际的犯罪分子 可能为了这些钱来对付一些海外的香港人 但是这个是一个白色恐怖 百分之百 变相的这样做法 是不是呢? 这个客观也很清楚 但是他会吓哪些人呢? 是不是? 首先我就很肯定就不是吓我先的 就是香港人 如果你在香港呢? 那你国安法你怎么对付都行啦 你饿鬼了 是不是? 他需不需要再做这些 这样的事情 用是拉海外的人 来吓在香港的人呢? 例如 是不是? 整天堆合作为我自己 我自己就... 是不是? 我反正三年是这样 我都不会更出位的了 相信我大约都是做类似的评论 这样的水平 是不是? 这样的激烈程度 这样都很过分啦 我自己不说没有过分 也很够啦 是不是? 没有什么避忌啦 我都除了不公开宣传 香港独立之外 我都没有什么顾虑 不敢说了 按来就不是针对我啦 首先这个我安心啦 也不是针对我差不多的 KOL啦 香港的 留在香港的 也不是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啦 是不是? 就是你说勾结外国势力呀 诸如此类 那新闻报道而已 或者我评论而已 那不算是 应该不算啦 暂时还未算是啦 那白色能不能针对哪些人呢? 我先大家 我先结合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 比如就是最新的消息啦 有几个香港人 前仲志那个主席 是不是? 他们搞了一个网店 而他们就叫做 赚到一些钱 那可能有些人就特意是帮忙他 那他赚到钱了 让他资助 前仲志 我认为罗冠冲 类似啦 我估计而已 我这些纯粹是 他帮助那些 那这些 有些香港人可能帮助着海外的人 私人帮助 当然你也不知道啦 是不是? 只不过他是有活动去帮助的 那这件事 针对着香港人和海外 香港人之间保持戀利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打击的方向 但是哪些人 是会接受香港人的赞助而继续在海外重施 所谓国家安全的事情呢? 早一会儿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邓炳强接受大公务专访 我做了一个评论的 他是讲及23条立法的 他说得很特别的 首次他比较清楚说有些行为23条是没有的 所以他说你23条立法 其中包括 包括什么呢?你猜都猜不到 网络安全的问题 网络上高重视就是远对抗 大家又听一下李家超讲远对抗 大家骂了一轮吧 什么远对抗 什么硬对抗 什么远对抗 犯法就犯法 那我们这些评论算不算是远对抗? 他当是的 比如你讲到搞到 那些器官官赠的那些人又不捐赠 那你说这些什么呢? 有人去搞他的网 搞到他 有人帮他退出 又批评有些人鼓吹一些东西 搞到这个 简约公屋就没有人去住 这些是远对抗 类似 这些在我们理解就是言论自由范围来的 就是如果我宣传这些东西的话 不是不是宣传 我讲我的见解 这个当然是言论自由范围 新闻报道也在言论自由范围 但是你知道在老共的逻辑 宣传活动是一种行动来的 可以以言入罪的 但是不方便直接说以言入罪 但是又要阻嚇这些东西 那用什么方法呢? 袁洪的方法 是不是? 袁洪当然了 是不是袁洪针对香港的人呢? 现在在做的呢? 没理由多此一句吧? 那他也不是啊 他现在是 针对在海外的香港人啦 是不是?高调啦 这一波的行动呢 国安把你手伸出香港以外 没了大不愧是被各国政府指控你 哇 你将你的法律伸延 你这些所谓的国家安全 那别人觉得很冒犯 是不是? 那为什么他都要做呢? 必然有他的目的的 是贪得意的是不是? 挑人啊 英美势力啊 我看没那么多余的做事 虽然平时也有很多多余的事情做 但是这次又不像 它是别有所指的 它要威嚇一些人 我们都同意这个是一个所谓 白色恐怖的行动啦 基本上它是制造一个气氛 是阻嚇某些人某些行动 是不是? 阻嚇香港人和海外的人也有些扣连 是不是? 那香港其实我始终不觉得它是 还需要特别点针对 因为它随时都拉下人的 是不是? 就是如果我是有人赞助我去评论的 那我想它一找到这个证据 是不是? 就不客气的 是不是? 那现在就说有些香港人 最新的发展的林朗延 是不是? 前仲志的主席 搞网店 利用这些东西去资助海外的流氓分子 这样 其一 那是不是只是针对这些流氓分子呢? 他们做过什么呢? 其实他们 no more than一些宣传工作 是不是? 就算是袁巴说搞议会 都是说而已 没受一切 他最紧要就是在外面做KOL 和到处去 以香港流氓政治人物的身份 到处活跃拉拢游说工作 被罗冠聪最紧要就是去做这些议会游说工作 那除了罗冠聪 袁巴这些已经直接做着国际工作的人 你都阻止不了他 因为他们是勾结了外国势力的 已经是吧? 保护的啦 受外国保护啦 你爱他不和啦 那你明知爱他不和 你没理由做一些东西多鬼余的 现在做一些东西 是不是针对他们呢?表面是 是吧? 通促他们嘛 但是通促之余 他是制造白色恐怖的 但是白色恐怖是否吓得到他们呢? 大家都明白吓不了啊 他们会继续做的 是吧? 我是他 我都会继续做的 我做开了为什么不做呢? 是吧? 有什么事呢?怕你真的抓到我吗?你抓不到啊 明知抓不到啊 你知道连鄧炳强 李家超自己都在记者招待会里 被记者问到的 坦然承认 因为在国际法的 国际法的习惯好 原则好呢 通行的接受的原则都是不会抓 就是不可以引渡正义犯的 就算人家不会帮你逮捕啦 所以也不会逮捕 是吧? 所有引渡都不涉政犯 这些我以前也讲过了 法律常识 国际法律常识 讲到整十分钟了 好像我还没开股 我就是不想那么快开股 但是我不想那么快讲清楚 都差不多了 要讲 因为它肯定有个目的嘛 英文是no smoke without fire 见到smoke就是有fire 见到fire就是有smoke 是吧? 那fire是指什么呢? 是想针对哪些人 所以搞这个白色恐怖呢? 是海外的人 是吧? 因为香港的人你不需要再恐吓他啦 直接抓人都行啦 是不是? 他恐吓哪些人呢?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呢 包括了揭露的邓丁炳祖陈接受访问的时候 提及 提及什么呢? 提及网络安全 提及有人利用网络去做一些维后的国安的事 除了那些直接网络攻击之外 宣传是不是呢? 这个是他的死位 在某久的时代 我们很多香港的人出了去 而且在外面做着新闻工作 是不是? 媒体开始有了 有些就不是啦 有些我们知道的 一直存在的 是吧? 比如《本视频》 是不是? 不是他需要针对 他要针对 不需要再 不需要靠白色恐怖 这一宗白色恐怖 通緝这一宗 是另有所指的 是预先做定的 预计会出现的 主要就是呢 媒体 海外媒体 包括个人媒体 这个是我想了几晚得出来的 小小方向性的推论 就是呢 它其实是要阻击在海边 继续发声的海外KOL 我很客观地说 我做了几年YouTuber 都叫做有些人听 是不是? 但是我是少数来说 现在香港人听开那些人 离开了 他们继续发挥的应用力 当然啦 这些好事来啦 我希望他们更加 避免了 还有些人是开始搞媒体 是不是? 是有的了 这些你怎么去付它呢? 香港人会是对付不了的 是不是? 我以为是 但是你知道共产党不会触手就擒的嘛 在他们来说 他如果觉得这件事有问题的时候 他要想定一些对付的方法 其中一方法总是用国安法去对付它 理由呢 就是你勾结外卫势力 而是在做一些遗害香港的事情 包括宣传工作 这八个人其实是在做宣传工作 那你说了 是不是只是他们就决定了所有的东西呢? 当然不是啦 是不是? 香港人还接触了这么多国外的媒体 如果你用最刚刚的众志前主席那些 如果香港人资助这些海外的媒体 KOL 它们是香港人资助的 因为你被你披财 它应该是啦 那如果是它要构成一件事 这样做就是犯法呢? 那直接就威嚇香港人啦 以及威嚇海外的卫人呢? 给不给钱他们? 捐不捐钱支持他们呢? 诸如此类 我们都讲过啊 大家都知道了 封网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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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海外的媒体 香港人出称 继续在扮媒体 以及扮网台 KOL 这些人暂时还是非常自由地回答评论 是吧?我整天都希望他们给我激烈的评论 虽然没有 但是呢 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就是这些人 其实是有最大的香港人支持的威威 所以如果他们再 或者外国势力 姑且用老共的逻辑 是有外国势力串民一起推动一些东西 在香港发动一些东西 这些人就是宣传机器 而且是非常之 还是可以非常之有效的 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被逼离去的 是不是? 19年之后纷纷离去 各有各的理由啦 当然啦 我就评论了很多 我觉得他们是逃兵的 是不是? 不应该走啦 但是我不知道人家的事 我也不知道老共他不走会不会对付他 这个不知道的 因为你走了 没法去验证这件事 只不过 将来呢 如果老共恐慌 香港再有19年的事件再发生 而影响一般人 最重要的那些网上的意见领袖是KOL 现在在海外王 你的内容他不败了 是不是? 会不会因此而未与囚谋打击他们呢? 这个就是我想了这么久 打击八个人 背后 一个隐藏的目的 就是要准备如何打击这些 或者令到他们 收声啦 或者小心啦 是不是? 或者叫他们不要勾结外国势力啦 不要接受 不要接受 就是某些指挥啦 某些政治势力的指导啦 这些就是国安要针对的东西啦 这些东西是无形的嘛 我没有证据的东西我不讲的 绝对不会用猜度去代替的 但是呢 在共产党来说呢 他就没得不猜度 而且他没得不用猜度去预防很多东西 那这个就是问题啦 那你说香港人会不会呢? 这样可以的 是不是? 不过我在香港 没遮没党的时候呢 反而他会安心一些 因为你都不敢啊 因为找到证据你就大事了 但是他人在海外呢 就是直接说他接受香港人的资助 接受国际的资助 去做反共的宣传 而他也是有影响力 有影响力 有些媒体很久我们都明白啦 很有名、很韌力、很足够的媒体 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够 单一的媒体影响力都不会大 但是合起来就是很大件事了 所以为了要针对这批海外的媒体 KOL发声的人 因为他们除非封网 否则他们的信息直接回到香港人那里 而香港人是信他们的 信开嘛 对香港人有影响力的 对香港人有影响力当然没问题啦 言论自由 是不是? 但是呢 在老共来说 就要预防犯于未然 那预防犯于未然怎么做呢? 你要预防犯于未然 你要预防犯于未然 要预防犯于未然 你怎么预防犯于未然 他在外国 在外国不要预防犯于未然 你不让他搞网台 你也在搞搞事 他在搞事 我封了他 那你就说你看看 封了各个都这么难了 你封了这么多个YouTuber 或者是 不一定是YouTuber Facebook Twitter 他都可以放片上去 他可以写文字放片 而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人 是很有影響力的 在海外 香港人 那现在呢 老共可能走一回 收定23条 加上现在这个行动 就给了一定一个警告信 就是呢 就是如果你们涉及 有外国的资助 或者有香港人的资助 都好了 那就可能当你是违反国安 而你的言量针对共产党的政权 是不是?可以的 现在 你见了 好吗?老实实 我香港人捐钱给罗冠聪有什么问题呢? 我请问有什么问题呢? 我支持他的行动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就抓人了 那好吧 第二天不好了 不是罗冠聪其他人呢? 比如很多海外KL 其实在收着Patreon 那你香港Patreon那些 现在没有法例阻止你Patreon 第二天就说我通緝他 那你或者我不需要正式通緝他 你见到这种情况 那你自己小心了 你自己懂得做了 当然你懂得做的意思 但是 你在香港找不到证据 他和美国勾结 和其他国家接受资助 找不到这些证据 当然找不到 你看香港那些 现在那些抓很多人 告国安的 你有没有证据出来 找到他们接受美国赞助 之类之类 搞革命的?没有啊 没有啊 找不到证据嘛 在海外的街上找不到 真的放心做都不怕 放心收都不怕 那问题就要阻击这些人 而最紧要阻击香港人 你不要听他的那些 你不要贊助的 你不要给月费这些 减低他们的影响力了 那我猜呢 我猜呢 就是其中一个目的来的 那我不是说哪一个KOL 很多都是 所有都是 请问大家 朋友们、行家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 抓这八个人 有怎么针对你们的影子在背后呢? 或者搞媒体准备 大关了回来 离开香港 继续服务香港 用media的认识 争取民主 争取香港人更大的人权 在国际上为香港发生 是不是有这样的 使命感呢? 如果是 那你如果共产党 香港一定要设法 才能针对你们 那当然啦 我不是 我不是想加入白色恐怖之地 不过大家 有思想准备 是不是? 冰来涨倒 水来吐厌 那 怎样都会安全 我们在香港 是吧? 那 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面对这些进一步的 白色恐怖的危机 那我是纯粹分析 现在我没有来情 没有人委屈我 讲任何东西 我讲的东西可能是 我衷心希望 我估计是不对的 是错的 好 多谢大家听这段影片